大家好 今天3月14日 星期四 股市經過前天大幅度上升後 昨天在高台整天處於一個急升後的消化和整潰之中 屬於一個急升後正常消化的現象 由於指數暫時已成功升了10、20、50和100天線 而且離開得很遠 所以小小腳高台的反復站來說不是太大問題 先看看今天的情況 早市先是低於34點去到17,059 之後有少少拉腳一度低見17,050 但沒什麼追股壓力 加上維穩買本又持續湧現 結果指數稍微後抽到17,214 相對早來講這一分鐘是升了121點 始終高台買本有少少求步 加上早日升了那麼多 所以市整天都是拉拉腳腳的 行至最後收到17,082點 輕輕跌了11點 成交金額1,204億 剛才提到指數已經是走回所有平均移動線 除了250天線之外 的確疑蝕 12、50和100天線 現在最高是100天線 大概16,633點左右 以至於收到17,082點 其實已經是騎在這條線上超過400點 暫存是安全的 不過再向上望 另一種移動線 就是這條250邊線 在18,095 能不能夠趁這個浪 盡量向上挑戰這個關卡 就要看買本的態度異定 我覺得其實未必會太容易的一件事 今個月的形態當然只是先低後高 指數是由5毫低位16,095點 升到去昨天13毫高位17,214 今個月的波幅已經是1,119點 一個月的高低位同時出現在7個交易點之內的機會 其實是有的 不過真的不是那麼多 我已經說了 如果5毫出現今個月的低位 而先低後高型態不變的話 一般來說高位都是在中巡尾 或者下巡初才能見到的 儘管看看未來這幾天 有沒有那麼亮麗的聲勢 讓我們見到 技術上的走勢 應該怎樣量度法呢 很多人都會問 到底會升多久 或者是升多多 由於實體經濟還是不明 所以很多人都說市已經是牛市一期 其實我也還有少少保留 儘管看看經濟的前景到底是怎樣 因為未來這三個月或者六個月 如果經濟真的逐步逐步好轉的話 這個可能是一個牛一 但我覺得這個機會真的不是那麼高 因為每一個三期牛市都有一個相隔的定時 香港開發以來 第一個牛市是1973年 第二個是1980 第三是1987 第四個已經是1997 跟著就是2007 跟著那個對上的就是2018 數下去的話 下一個牛市周期的頂應該是2027到2029 現在都是2024 你說早三四年 引入一個牛市一期 不要說不行 但是以現在的情況和條款來說 覺得可能性真的不是那麼高 因此大家要作任何部署的時間 都是一步一步的跟好了 不要憤身中 如果牛市一期正式開始了 是牛一的話 是憤身是沒有問題 所謂的憤身意思是 動用的資金可以用得到的 盡量買多些優質的股份 在低位儲了貨線 但如果不是一期的牛市 反彈過後 市都會反覆 全身投入到其市 你要穩位置市 那就無謂了 其實都比較難測 因為上面還有250天線 當然不知道 股市暫時來說 是處於一個技術上的 一個中期大型下跌 之後一個反彈的形態之中 跌了52個星期 反彈回6至8個星期 很正常 去年到今年 整個跌落下跌了7906點 反彈三分之一 都要上去17428 儘管看看是否 不再說 我有少少想咳 到時候再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讚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還有分享給朋友 多謝